大家好, 又來到Star Dog的時間 今集這位嘉賓相隔一年再推出新歌 他就是Joey大祖兒 大家好 上次的歌曲《猶他》 自己多下手下腳 這次不是自己作曲 但我覺得也有你一股脫 是不是自己背後也想了很多構思 是, 因為監製脫號 都是我一直很想合作的對象 所以當時推薦想找誰監製的時候 我馬上就說, 我要找翠浩 其實有問我, 你想要哪種感覺的歌 我真是一個超級無敵動漫迷 我很多動漫都看 我就發了一堆動漫歌的參考給他 我很喜歡這種, 很熱血 一聽到, 你閉上眼睛 就覺得自己是奔向夕陽 然後很有憧憬的一首歌 很快就給我一個展示 問我, 我不可以 然後一聽, 全集中呼吸 我就覺得, 好, 就他了 隨浩也第一次合作, 田次人 心仔, 陳耀心 也是第一次合作的 是不是你夢寐以求 一定要找到他們倆一起做 除了隨浩之外 陳耀心也是我自己推薦的 之前聽過他很多作品 譬如《八年樹木》 然後《隔離》也是他寫的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的詞 還沒認識他之前 有一次機緣考核 我忘了好像在公司 看到他本人 對 那時候我還沒認識他 但我一看見他, 我就在遠處跑去 說, 財子… 你真的毫無保留 你有沒有想過會嚇壞人呢 我會… 那一刻沒有 對喜愛的事物 我會毫無保留地表露出來 旁濱過去 然後一直叫財子, 嚇壞他 真的嚇壞了? 真的嚇壞他 隔了不久 真的有這首歌找了徐浩 然後他問我有什麼填詞人 我有興趣 我就立刻說, 陳耀心… 你有沒有跟陳耀心溝通過 這次想要一份怎樣的歌詞 我發了幾段幾分鐘的訊息給他 也是想嚇壞人為之 也是想嚇壞他為主 大宗耀心幾分鐘是甚麼事 你都會兩倍聽的 而且我說的語速都很快 所以內容上也很結實 是 你也知道我個人是一個很正確 很開心的一個人 所以我很想散發正能量 我就跟他說 因為雖然大家看到我表面很開心 但其實我背後也有很多辛酸 我很想把這些訊息寫在歌中 然後讓觀眾表現正確 可以鼓勵身邊的人, 鼓勵大家 一聽就會覺得很熱血 除好重拾當年青春那種 夢想、追夢的感覺的一首歌 債提的歌名已經很是你 全集中呼吸 是陳耀心賦予給你 還是除好寫釘帽子的時候 其實已經出現了這些字眼 沒有, 除好寫釘帽子的時候 是英文, 鼓勵 也有呼吸… 對… 所以可能也有關係 是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位置是 我是一個動蚾米 是 但其實在那些訊息上 我沒有說過這件事 最後寫了全集中呼吸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靚 聽得很美 對, 很棒 好像跟他相似了 我想他真的有了解過你 我想是的, 而且他一定有看動蚾 所以他才知道有這個詞 如果大家有看鬼滅的話 全集中呼吸是一個技能 你由一個普通的鬼滅隊 成為一個很厲害的鬼滅隊 中間有件事就是你要學會如何呼吸 當你懂得控制你的呼吸時 你發出的招數, 所有的東西 都會很厲害很多倍 是 其實這件事都很運用 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一旦緊張所有東西 人們都會教你深呼吸 專注在自己身上 其實是給自己勇氣 然後到過難關, 繼續做自己 這次你的音樂影片 是 拍得很唯美 我覺得有個部分 謝謝… 但過程應該也不容易 而且挺辛苦 因為我看見他又想生 對, 也算是, 接著又要下海 大家在鏡頭看上去 整件事就很漂亮 是 第一句就是休谷之中追逐夢 整件事就已經很有動漫的畫面 在休谷裡面 有個少女, 天真無邪, 在那裡跑 那就是你了 那就是我了 所有環境都很貼合到 我覺得很精靈仙子的感覺 是 我自己覺得 是 但拍攝的時候其實是冬天 是 真的很冷, 我還要下海 你下水後, 隔一會 其實你會開始暖 是 我下水後沒有暖 是 我在浸在那裡 何時才開始適應溫度 何時才開始暖呢 沒有, 從頭到尾 還有有些鏡頭是浮在水面上 然後是航拍 你不是測氣, 就可以浮在水面上 你就要用全身的肌肉去撐起 然後撐住鏡頭, 拍整個鏡頭 浮在水面上 底那一層就是冰涼刺骨的海水洞 面那一層就是半濕半凍 然後是風吹的洞 我真的很痛苦, 拍鼻子 在水的部分拍了多久 水的部分起碼也要一、兩小時 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是怎樣度過的 但我沒有生病 所以也很感恩 而且最重要是出得漂亮 我覺得很值得 這首歌某程度上 我覺得除了可以幫大家 或者樂迷打打氣之外 其實也是為你自己而打氣 也是, 為自己打氣 尤其是聽一些有能量的歌 我自己也會影響到那一天的表現 因為其實我不是表面有勇氣的一個人 小學的時候是被欺凌過兩年 給同學 所以一出道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很多聲音 當然有很多都是正確的 但是相對地也有正確的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 2018年的新人 我和曾樂彤 我們倆推出的第一首歌 的評論裡面 當時也挺多負評的 是 突然之間面對那個量的負評 令我有點去到小學比欺凌的感覺 又不完全一樣 但就感受到那一刻 很不開心的感覺 有種感覺很害怕 不知道怎樣處理的時候的感覺 面對面的冷嘲熱縫也有 什麼人不所謂 我是小番薯來的 是 化妝 之後就有個前輩走過來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公司會用你 你樣子又不漂亮, 身材又不好 也可能你肯裝醜, 搞笑 他真的這樣說? 他真的這樣說 搞笑這樣說, 還是認真的? 我不認識他 我很害怕尷尬 對… 我就… 對, 應該真的是我肯裝醜 你那一刻也挺不開心的 因為你面對面的衝擊更大 是 他就離開了 之後我就沖到廁所, 抹乾眼淚 然後出來後又化妝 因為我覺得很委屈 我覺得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 那時候又不懂得去調節自己 調節自己的心情 但很快就沖, 我流了一滴淚 好像演戲一樣, 真是有一滴淚 就流了, 然後慢慢走回去 因為我是那種 我不需要別人安慰我的人 是 我不開心, 你不需要安慰我 我就從小學開始 去培養這件事 活到現在 是 我不需要你賺我 我每天都在賺自己 我今天挺漂亮的 現在是否百度不侵 就算別人怎麼說你也… 看看是誰說的 不是太關心的人 其實怎麼說我 我都會覺得… 我做得更好, 我就做得更好 但不是我控制到的範圍 我就不會特別去理會 我看你現在可能雙線發展 拍劇的同時也是為歌手 始終你喜歡拍劇多一點 還是唱歌多一點 拍劇很好玩 我沒有認識一個正確的人 去演一個奮世之族的角色 或者我是一個嘻哈的人 去演一個很專業、很冷靜的角色 我每次都很享受投入一個新的人 然後去發掘自己的很多不同的一面 跟公司同事去困棄的時候 跟對手合作後 演出的場戲 你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我覺得這只是在拍劇身上 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運動 去到唱歌 我覺得唱歌對我來說是一種放鬆 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唱歌給大家聽 同時又能夠鼓勵別人 兩種感覺是很不同的 始終歌手味道未必那麼濃烈的時候 如何多做一些東西 可以令自己構成成歌手 有些東西 剷歌量真的不是很多 是 我又會向好那邊思考 應該是在演戲或劇集的表現上 令大家的印象深刻一點 所以大家的印象會停留在演員身分上 既然已經有這個印象 我再唱歌再唱得好一點 大家就會記得了 會不停地跟自己調節 我只可以平時有得出歌就出歌 沒有得出歌就在社交平台上 自己遮蓋一下歌 令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會唱歌 是 自己就不停地寫歌 但你蘇畢業做了多少首? 六、七首 如果是很全身的話 全身的 每一首歌都代表著一個 屬於自己某時期的故事 所以情歌類型就比較少 原來需要拍拖 差這種東西 因為以前經常覺得寫了一首歌 很想之後出… 所以就存了一堆 我就在想,其實現在也沒什麼所謂 即使自己寫 其實我也可以放在社交平台上 大家喜歡 我再拿回那首來很正確地出玩法 你寫歌不一定要自己唱 你可以賣給別人 你也有你的道理 對,為什麼不學你曾樂童的朋友 他近幾年多寫歌詞 對,詞也寫得很好 其實你可以在你作曲後 然後你讓他寫一次 為什麼你們不互相做這些動作 寫了一些歌是怎樣賣出去的 教你,你應該要給A&R聽 各大公司的A&R 對了 學到東西了,好 大家有興趣買我歌的DME 這個時候再儲多點蛋藥 未來的日子就可以大派用盡 我期待 好,我期待你下一首的作品 快點推出,好嗎 好,謝謝 謝謝… 男ivament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